嗨大家好,我是周末,本期视频开头先给大家看一段开胃菜,大家知道前段时间德国街头爆发了左右翼的互博,那么德国有大规模的,可能是上百万人参与了就反对右翼,反对这个AFD,那么什么迁移人口啊,要把外国人赶出德国这种计划嘛,对吧,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右翼也不甘示弱啊,他们在街头呢,也是握着手,手牵手,铸成钢铁长城,高唱的歌啊,说德意志属于德国人,那么外国人全部滚蛋,那么我们在视频里面还能看到一段,就是德国的右翼跟这个警察对峙的时候,他叫嚣,说德国什么都 我们为我们电视这个一条选择,我告冠裳阶的选择, Now 的 第一个座告 ' regulation 的 realize ī 裡arı 在 , 既然 他的 政治 力 脛 被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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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还有呢就是反对这个对右翼的迫害吧 因为他们经常是跟这个AFD也是穿一条裤子啊 现在竟然搞在一起 那其实迫害AFD也就等于说对他们的迫害 再包括这个现在这个价值观联盟啊 他们的党首啊就是这个主席 也就是前西方保护局的局长 他现在竟然是被西方保护局列为观察对象的 这个非常粉刺 那么他是从这个2012年到2018年吧 我记得一直是当局长的 那么但是西方保护局大家都知道 他是要警惕极左 他主要是反极右对不对 但是他在任的时候 反而是就是经常跟这个极右打得非常火热啊 那在2018年他为什么被停止 就是当时在卡普尼斯那地方 极右和外国人发生这种冲突嘛 然后他是说了这个同情极右的话 后来就直接被停止掉了 那么回看一下这个价值观联盟主席 马森他的人生履历啊 他的观念应该是越来越偏极右的 那么他原先是读法律出身的 他是在科隆和伯恩大学 那么法学人毕业 然后主要研究外国人法 后来毕业之后嘛 他就进这个联邦政府了 负责外国人相关的业务 但是他主要是利用这些外国人法 然后是管理外国人啊 尽量的就是 其实当时他有很多态度的立场 就是对外国人不友好 当时有个很有名的案件 大概是零几年的时候发生的 当时有个土耳其的人 但是他德国居民啊 他有这个德国藏居的 后来呢他02年的时候 是当时刚好2001年911恐袭嘛 对吧 然后那个土耳其人呢 他不是在德国 但是在巴基斯坦 然后被美军抓到 关塔纳摩监狱去了 然后就一直关 也关了好几年嘛 在里面受虐待 然后德国政府呢 他本来想出手营救啊 然后就找这些法学家 过来研究嘛 然后就委派这个 Marsen去写一个 就是他的立场报告吧 就是说要不要救 然后他那个理论呢 就是说 根据现在德国的外国人法 就是你只要是 哪怕拿着永居 永居卡 你离开德国超过六个月 然后你也没有向德国 有关部门去报道 那么你这个外国人卡 就失效了 永居卡就失效了 那这样的话 就不需要救了 根本德国没关 那他出的这个报告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刚开始 这个德国态度 也是挺消息 没去积极营救 那后来 他这个理论是被 德国的布莱梅的 行政法院给推翻了 因为布莱梅行政法院 认为他没有真正意义上 从德国出境嘛 对吧 他是在巴基斯坦被抓走了 被抓走了之后 他关在监狱里 关在大户监狱 他也不可能 没有条件再向那个 德国远安部门去报告 他被关在里边 就等于他没有 这个思绩人的自由了 然后他也不是主动 从德国离境了 那就不构成 就不适用于 外国人法这一条 后来呢 就是德国 就是扭党的态度嘛 积极把它 我记得06年 把它营救出来了 从中也看出来 其实在当时啊 其实这个马森 他都是利用他的法学知识 那么其实是 尽量的少让这些外国人 进德国啊 就是把外国人都推开了 他是这种态度的 那后来当这 宪法保卫局局长的 这个期间呢 就是我们也看到 他是积极跟美国合作的 然后搞各种各样的 监听计划呀 之类的 反正他反这个恐怖分子啊 反伊斯兰 反正非常积极的 那么后来 18年就出那个事情 他被拿下了之后呢 后来他的这个观点 就越来越极端啊 越来越偏激 讲的话吧 就是像他 就是去年底的时候 在瑞士接受一个采访 他说 现在有数百万人 外国人啊 就进入这个德国啊 那么是就像癌症一样 像癌细胞一样 那在德国 他必须要用一个痛苦的手术 才能把这个癌细胞清除啊 那让AFD人听了之后 都觉得 哇靠 AFD政客都不敢这么讲话 用这种口味讲话 然后他还说啊 就是说 现在这个经济全球化 就是由他们 把全球财富 集中在几千个家族当中啊 然后呢 并且他们还摧毁了 本国的文化 那他的论调 其实就是跟当年 这个二三十年代 那么纳粹宣传 那种论调都非常像的 所以说呢 就在去年的时候 CDU其实就基于 他这些带有反有主义的 然后阴谋论的这些思想 就想把他开除党籍了 然后这个程序呢 还在这个进行之中 没想到今年一月份呢 他自己主动啊 说 与其被你们开除 我主动退党 然后呢 他就成立这个新的 就是价值观联盟 那Marsen他这一路走了 其实就是观察右翼 理解右翼 成为右翼的 一个蜕变的过程 对吧 那么他现在成立了 这个新的党派之后呢 就接受德国媒体采访 说他不排斥 跟这个AFD的合作 他说谈吧 都可以谈 他既可以跟左派谈 也可以跟右派谈 当然这个左派 他指的就是 这个瓦顿克内西 他左翼保守左翼 新成立的 他也是新成立的一个党 但是呢 我觉得瓦顿克内西 他身为左翼女超人 他绝对不会跟这个右翼 这个极右合作 他肯定说 哦你别过来 对吧 所以他指的这个合作 就是跟这个AFD的合作 可能是跟霍克这一派 来进行合作 那么也就是说 他亲手啊 就是把德国所谓的 反法意识度一强 其实是给他砸烂了 因为呢 就之前CDU 他是不愿意跟AFD合作的 但是呢 他成立这个党派 他是可以跟AFD来合作的 那么他其实主要思路呢 其实就是把这个 CDU挖墙角啊 就挖一部分人 那么我估计 现在他这个小党派 肯定支持率 不可能会串得非常高的 但是有几个点啊 有可能明年大选 有几个点 他能从CDU撬走 然后这几个点 再加上这个AFD 那二十几个点 说不定就是跟CDU有的拼呢 所以说不要小看他 他可能是一个这个棋子 但是摆上这个棋盘之后 有可能能扭转整个棋局啊 那他打的算盘啊 应该就是辅佐这个AFD上台啊 因为大家看现在世界政坛上 这种中右右跟这种棋右合作 组成联合政府 其实还是挺普遍的 大家看现在意大利是不是这样 然后我没记住 以色列好像也是这样的 那其实也是一个common practice 那么他打破了这个CDU 他自己立出来那个防火墙嘛 对吧 然后你不来搞 就我来搞吧 我从CDU撬一帮人 去跟这个AFD来合作 那再考虑到他的背景啊 他原先做这种情报工作出来的 我感觉虽然人不可貌相 就是不能这个以相貌取人 但是呢 我觉得看他的面相啊 确实是上台之后啊 挺信用手肘肘的 到时候肯定会给他分个部长等等 那到时候这个德国变天之后 会怎样的一个场景啊 我们可以好好地想象一下 好 本集就聊到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好